劲爆,自杀无人机来袭,火箭弹能打下无人机吗? 乌克兰战场上传来震撼战报,奥特萨上空,一架俄军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被精准击落 击落它的不是昂贵的防空飞弹,而是美制吸血鬼防空系统发射的一枚70毫米精准导引火箭弹 火箭弹也能打无人机吗?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黑科技?快来一探究竟吧 见证者136无人机压尽乌克兰,便宜更致命的武器 自2023年起,俄军疯狂量产伊朗设计的见证者136自杀无人机 单价只要5万美元,每天能产170架,到2025年底,预计日产量达190架 它的射程高达1000公里,并携带50公斤炸药,可以精准打击发电站、雷达站、指挥手等 见证者136机长3.5米,驿展2.5米,别小看它体积小 飞行时数却达每小时180公里,非常难以防御 国造建祥式自杀无人机和它类似,我们将在国造武器频道详解 更惊悚的是,俄军正在筹划一次投放2000架无人机的饱和攻击 乌军该怎么拦?爱国者飞弹太贵,一发800万美元 恰如用大炮打文字,高射炮又难以命中,难道只能坐以待毙吗? 乌克兰的答案是小火箭大逆袭 乌克兰用先进精确撒伤武器系统给出了完美解决方案 这枚70毫米火箭弹,以经典的九头蛇飞制导火箭为基础 通过在弹头与火箭发动机之间集成雷射导引套件 这种低成本的改装让它成为了P米飞弹的高精度武器 射程达到5公里,能精准锁定见证者136无人机 命中误差小于1米 更惊艳的是,雷射导引火箭不仅能打无人机 还能摧毁地面目标 武装直升机和攻击机搭载雷射导引火箭升空 用雷射指示器锁定车辆攻势或火炮阵地 雷射持续照射目标火箭发射后 前端探测普遍展开 捕捉雷射反射信号 自动修正轨迹 直击目标精准无误 极限挑战击落巡航飞弹 令人震撼的是,乌军用精确导引火箭 成功击落了一枚俄军KH59空射战术巡航飞弹 这意味着什么? 这款火箭弹已突破了低速无人机的限制 向高速度更具威胁的目标发起挑战 展示了无与伦比的潜力 技术突破 从持续照射到发射后不管 火箭弹采用半主动雷射导引 需发射平台持续照射目标直至命中 这在和多个目标作战时会限制射速 但别担心 美国继续升级火箭弹 引入了红外成像导引头 实现了发售后不管功能 飞行员用激光锁定目标后 火箭发射 红外导引头接管制导 飞行员可以立即转向下一个目标 这种双模式导引技术 大幅提升了射速和战场灵活性 让精准导引火箭弹成为了空战利器 更疯狂的是 乌军把这套系统装上了无人机 英国提供的T-150重型四周无人机 挂载三发精准导引火箭弹 一次飞行既能精准打击地面 又能击落空中威胁 无人机加精准火箭弹 摇身一变成为空中主机手 此外台湾经纬航太科技公司授权生产的 160架豺狼无人机 也可以挂载这种15公斤重的 精准导引火箭弹 瞬间打造一支空中猎杀机队 不止乌克兰 美国也在大规模部署精准导引火箭弹 2025年5月 美军公开了一张战机照 F-15E攻击鹰挂载6个火箭舱 装满42枚精准导引火箭弹 外加8枚响尾蛇和AIM-120飞弹 一次出击可摧毁50个目标 不仅如此 它的成本优势更惊人 精准导引火箭弹每发约2.5万美元 而一枚响尾蛇飞弹要60万美元以上 打下一架无人机 价格差竟高达20倍以上 那么台湾能不能复制这一战术 答案是当然能 而且成本更低 台湾具有打造反无人机风群系统的潜力 只需三个主舰 一枚普通的九头蛇70毫米火箭 台湾库存充足成本低廉 一个雷射或红外导引头 向美国引进核心技术 本土生产进一步压低成本 一个能挂载火箭的平台 F16V战机 IDF巾国号战机 AH-614攻击直升机 中科院的腾云无人机 甚至经纬航太的柴狼无人机 都能轻松挂牌 更觉得是 一辆普通的皮卡装上吸血骨反无人机系统 瞬间变成了一个移动的低空防空平台 一发不到60万新台币 比传统防空飞弹便宜10到20倍以上 部署快 反应快 命中率高 据悉 国军将赤丝13.6亿新台币 向美国追加采购一批精准火箭弹 未来的无人机大战 想象这么一幕 金门马主上空 AH-64攻击直升机 联合腾云侦察无人机 并携带精准导引火箭弹空中巡航 一旦无人机风群来袭 一键锁电 火箭呼啸而出 瞬间间底 海面上 沱江级巡逻舰装备吸血鬼系统 轻松拦截无人艇和低空无人机 这不是科幻 是乌克兰战场上的逆袭利器 无人机编队加低成本精准导引火箭的组合 就是对抗无人机风群战的最优惊 这个组合完美诠释了豪猪战略 用大量廉价却致命的武器 让入侵者付出铲重代价 从低成本改造到精准打击 从无人机到巡航飞弹 它用实力证明了 小火箭也有大作为 喜欢本期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订阅 点赞 分享和打开小铃铛 下期我们将继续带你 最智能和最致命的AI武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